大家好,欢迎回到NHK的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接受的是Larry 这一节又来到军武器言和方学生之Crossover的节目 今天讲起的新闻来自于一个我们说美国的LAP 这个叫做Lawrence Livermore,这个是国家实验室 本身就很出名的,如果大家看那些做核武器的那些 这个实验室就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在美国来说也是很神圣的地方 也在去年就已经做了第一次人类史上的核聚变的淨输出 大过淨输入的能量,一个叫淨能量的增益 在核聚变的实验里面来说非常成功 那现在我们看到在金融时报那边昨天的消息 8月6日的消息,就说到现在核聚变又再次得到一个正能量的收益 就是说输出就会大过输入,就是在那个情况上面 那就是说有机会提到可能在那个灵碳能源那方面 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大家都值得高兴的事 那当然我们都会再去跟陈博一起谈 那这次这个突破,究竟对我们人类会带来什么的好处呢? 那会不会也是在那个武器方面有什么新的发展等等的事呢? 那或者还是这个试验室呢? 因为它本身呢,后面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美国国家,试验室等等的事呢? 那会不会又是另一个Mannhattan project走出来呢? 那会不会又有另一个澳本海脈走出来呢? 那所以呢,今天呢,都会和大家聊聊他的 那当然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记得帮助给like 以及订阅,包括《军武器言》 以及订阅这个《科学生之》的频道 好,陈博线你好 是啊,Larry你好,大家好 是啊,说起这个实验 其实,如果我们看回这次8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正能量的收益 和上一次呢,我们说的上年底 就是同一个实验室,做同一个实验 那他当时年底的那个实验结果 有没有什么不同呢?陈博士 其实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大家看到 哇,输出,但是输入就好像很大件事了 但是其实,无论今次这个实验结果 和去年12月同一个实验室去公布的结果呢 其实我都觉得很多,就是一些 其实未是好像表面上那麽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背后的 那,他最主要就是去试那个 由激光燃点起的核醉变反应 那,但是你说详细科学的东西呢 我留在我自己《科学生之》节目讲 但是其实我和Larry在这里呢 我觉得有个更加正的角度呢 来去看这件事 就是这个实验室它的背景 和他做这个project本身 后面其实还可以吻含着一些什么的企图 而这件事是很多时候 是大家很多听众会关心到的 和我们军武器言这些有关的一个这样的角度 那这个我是更加想在这里讲的 但是呢 就是都看回那个Lab的背景先 Larry你也提到了 那其实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又引育出下一个曼克顿计划呢? 那其实 就是某个程度说 我觉得它是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你看回这个叫Laurence Livermore 这个国家实验室呢 它是在这个二战后 冷战一开始的时候 随着要弄轻弹呢 就已经是有了这个实验室的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说这个实验室呢 它第一样引育了的东西就是引育了轻弹 所以这次这个实验室 它用激光燃点这个核聚变反映 其实是正正遥遥 呼应它七十年前 它成立的时候那个时间 去开发轻弹的过程的故事在背后了 那这里呢 就是要看一下Laurence 你有什么兴趣 从哪一个话题开始讲起这些故事 是啊 因为呢 就是跟神博聊天 这个实验室呢 就是有很多历史 大家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那但是你说它在后面呢 去推动那个美国的科学发展之余 其实我们经常都说呢 其实科技东西呢 通常都是先serve military先的 先serve 了军事先的 那接着就民用了 一路这样去 那所以呢 那个军事的色彩很浓厚 还有最重要就是 在冷战时代呢 其实都是核战的时代 就是我们说到核子的武器的发展很厉害 所以陈伯他说起呢 其实这个实验室呢 都是一手一脚 你上次介绍过啦 如果做核武器呢 有三部局的嘛 就是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是原子弹啦 最先那部先啦 跟着他们后来玩玩一下 发现呢 除了一些核裂变之外 其实还有核裂变 可以产生一个更恐怖的核武器 那我们就是说轻弹啦 跟着最后就玩到它中子弹啦 我们上次说的 是吧 那有没有说呢 其实在这次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 如果将这个核裂变 稍稍扭一扭它呢 其实会变成一些很恐怖的武器呢 在这里来说 刚才你说这个引子是好的 就是我们提醒 搞得核裂变呢 如果是武器那里呢 走那几条路就是原子弹 跟着用原子弹点着轻弹 跟着用原子弹点着轻弹 跟着再用原子弹点着轻弹 将它的设计改一改 就令它变成中子弹 这样几步走下去 你去显示你在那个大杀伤力武器 尤其是核子武器的掌握技术的能力 在这里就要提一提了 我们很强调 就算你看到Openheimer那部电影 他们也有提过 你要点着轻弹 你就要一个传统的核弹 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你也知道 不外乎就是说 轻弹为什么需要用一个传统原子弹来点着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那个点燃的需要给进去的能量 开头给进去的能量很高 所以就需要用到核弹级的能量 好了 如果我们换一换一样东西去想 有没有办法不用核弹 都可以给到一个巨大能量 直接点着轻弹的核聚变反应呢? 如果有的话 它是不是都可以是一件武器呢? 我们知道的 点得着这个核聚变反应可以是能源 就等于我们传统核能也是的 点得着那个 整得着 控制得着连锁反应 它就是核电厂 是不是? 但是你刻意不控制 它还要刻意弄到它是有金不受控 就金不受控的 那就是武器 所以呢 在这里引导大家想一件事 一个 利用到发展这么高的能量 去点着核聚变反应的 这个机构 而这个机构本身就是 发明轻弹的一个机构 然后它里面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的project 很多是和军事上有关的 你会不会很容易 我都要问一下Larry 你会不会很容易想到 其实它这次的project 会不会是军事色彩 多过这个能源色彩 我觉得背后的诱因一定是 当然它说出来不可以这么说 它背后的诱因 就是怎么推动它们做这么多东西 你想想 第一你去发展那些器材出来 你只是这么多支Laser射过去 是吧? 耗用的电是很大的 所以后面的动机是 我们通常都说 National Security 是所有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 是吗? 而National Security 就是讲到最后 就是讲国防 讲的军事 威胁力 dominance 就是这些背后 所以你说 如果后面没有军事色彩 那没有人相信? 是啊 那我们再延展下去了 就是这样哄了大家入局 我们不妨当这件事 是一个军事的工程背后去看 另外又同一时间 放一件事给大家一个资料 他给出来就是说 输出能量比输入能量 但是其实呢 就算在今年这一次的实验 或者是去年12月的实验 有件事大家有讲 但是很容易遗忘的细节就是什么呢? 数字上 我给了两个单位的能量 来产生三个单位的能量 好像赚了 是吧? 但是原来呢 我当初为了制造这两个单位的激光能量 其实我扔了二十个单位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真真正正考虑 我开始整个的输入和最后的输出呢 拿二变成三呢 是有点骗人的 其实真真正正是拿了二十个单位的能量 出了三个而已 就是本数大约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如果用能源效益来考量 其实现在一点都不符合能源效益的 其实现在 但是 去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又 很有趣了 这个机构就专门是玩这些激光引发的核聚变 而且还要是不惜公本地希望呢 就是 尽量利用那个激光 越少的激光来点亮 就是给出更加大的能量 而开始它要花费多少的深思 多少的资源 去将那二十个单位的能量 令到它能够灌注下去 变成两个单位的激光呢? 它不是很提的 不是很离的 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情况似不似呢? 看那个电影里面说的 不惜公本 我要用很多的能量 去浓缩那些油先 我用很多的能量 来提煉那些石墨先 然后弄出来就要有件事爆得很厉害的东西 其实这件事似不似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是那种似乎为了最重要 然后最后那个给出来的效果 前面我扔多少东西 我先不惜公本 但是当然了 我也会这样说 就是好像在这里 它是不是在骗着大家呢? 我又觉得又不完全是 你不去尝试掌握到核弹 去掌握到那些连锁反应 你又怎样有一个技术基础 来帮你去把这件事控制下来呢? 所以我会说 无论你传统核武也好 学习如何控制它 和学习如何玩它 玩到它变成武器 因为玩到它变成能源 是完全就是你这个掌控学习 过程必需经的阶段来的 所以我也都不会否认 他们这个Lawrence Livermore Lab 他去弄这些激光有发的核聚变 他有希望是变成一个能源 但是反过来 他也非常之有一个潜质 变成一件武器 而那件武器比起传统的核武来说 是不需要一个传统的原子弹去点着 我这次就换了 用激光来去点着 就是最后有没有好处呢? 现在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好像陈博士你这样说呢 那我可以说 他现在去发展一个终极的目标呢? 就是他想用一个很小很小的能源 就能够踏着了一个受控的连锁反应 然后就达到第一 如果受控的最好的 可以做到一些供电的设施 令到大家解决了能源问题 那真的从此就那些打风 下雨 浸到整个城市 浸到你的家 浸到十米深的水 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可以开到这么小的火 很小的能源 就能够做到整件事的连锁反应呢? 那是不是接下来的核武器 或者是下一代的武器 会更加令人害怕呢? 就是我会说是其中一个目标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其实在去年12月有提到 这次又没有什么人怎么提起 但是我觉得是值得要想的 假设我们想做武器好 想做常规能源好 我们知道的 核醉变反应本身产生很大的能量 如果这些能量 可以回到这个燃料本身那里 帮我们的手去点着其他核反应 那理论上 我只需要一开始 撒着一下 然后他自己就懂得转下去了 应该最理想的情况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件事的 我们就是 就是一路你想要给能量出来 一路我们一直要给激光下去 或者就算是其他的设计都好 我一直要给很大的电流去养住 那堆等你自己看 而在去年 这个Lawrence Livermore Lab 其实还有一宗新闻 是没有什么人怎么提起 但是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不单止达成了所谓的输出大的输入 而是还要达成了一个可持续自己养住自己 自己继续点着自己的等来子体 这个其实才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连这个都点不着呢? 其实那个情形似什么呢? 就是好像你拿着一块濕水的炭那样 你不停地找一个火枪去点它 那个火枪给你烧干了那个炭部分 那炭就会变成了 它会给能量出来 然后你除了是你自己给下去的火之外 那那个炭也会给你一些热力 那你也会是热上加热的 但是到了你拿走那个火之后 剩下的炭是会很快自己关掉的 现在就一直在弄那些这样的核醉变 都像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很希望就是这个燃烧可以连绵不绝 想下去 可不可以经过我们一个适当的设置 就是令到我开头摊着第一下 然后就好像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样 接着就继续那些这样的核醉变反应 就继续是由自己的等来子体核醉变 给出来的能量继续点着下一批那些 那些重氢燃料的核醉变呢? 能不能做到这样呢? 其实你问我 Laurence Livermore Lab其中一个很值得留意的研究成果 去年出来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可持续 叫做自己继续营运下去的等来子体 这个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就会说 整个Laurence Lab 它在那个 你说如果将它现在研究成果 是不是已经距离我们变成醉变能源很近呢? 我不会说是 原因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你开始要将能量灌注到激光 然后由激光再变成雅醉变能量 第一步 由我们输入能量变成激光能量 那个效能损失那里是损耗很大的 但是 距离我们去整成一个新一代的轻弹武器 就是说不再需要常规核弹来点着的轻弹武器 距离会不会比较近呢? 我反而觉得这个比较近 如果你问我 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研究的话题 因为如果是轻弹呢 现在其中一个成本 就是你要保持着 保持着传统核弹 不是维护的设施 如果你说我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 我来做点燃的那个微型的原子弹 都可以不需要理它 那个装置 可以拿走 就用换造激光 是的 第一容易受控 第二成本低很多 那件东西放在这里没有辐射的 那些重兴的元素本身有少少放射性 但是程度就远远不及我们其他 就是那些传统的核弹 就是你说如果那些有235 不元素238 就是239那些 你要保持着在这里 是头痛一点的令人 就是那部分是头痛一点的 但是如果你那个轻弹本身 是不需要这些东西 是有一个你喜欢 随时给力量给力量给力量 给力量给力量给力量 这件事就不同了 就是出来的轻弹可能就是 会不会最后更加容易去维护呢? 更加容易隐藏呢? 那我这里一切都是估计的 但是似乎它有一些潜质 有一些好处 是胜过这个传统去弄轻弹的技术 嗯 所以如果你说国家很多 就是美国先 注意我想 之后就看看技术会不会扩散呢? 就是如果美国可以做到 其实它来着 因为它无论是海基 陆基 空基 它都有很多核弹 那就是它那个更新换代呢? 其实它那个 包括它那个成本的优势 维护的优势 甚至乎有一个部署的优势 因为它比以后更加安全 就是部署上的优势 甚至乎它可能会放入无人机 或者其他这样去做 或者再令到它整个弹去再被凌化 因为如果你用了Laser 我想博士它是不是整个装置 真的有权可以再做得小一点 小致一点 很天真地这样想 你看到我们现在一般坊间的激光装置 可以做到很轻巧的 但是当然了 你说那些很高功率 可以拿来在维多利亚港上 射来射去那些功率就高很多 那些都不会很小的了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本身可以是一个成本 比起整核弹低的一件事 所以它是 我想这个Lawrence Livermore 他同时也会想想 在把普通的能量灌注成为 这个激光能量的那一步 可不可以做到效能要再提高 和最重要是做到更加轻巧 成本更加低 从而令到我可以更加容易 点着了那个轻的核聚变反应 而这个轻的核聚变反应 总而是一个 不是说很容易熄灭的 是可以自己继续连绵不断 去继续去延续下去的 一种这样的核聚变反应 那在 就是我会说这一步 如果能够做成功 对于整个武器和整个能源装置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是的 所以大杀商力武器 大家就肯定会想到核武器的方向 但其实就算是常规武器 我相信有了这个装置 都应该有很大发展 例如我们经常都说 对付高车音速的武器 对付高车音速的武器 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再给高车音速 再快气雷光 例如雷射武器 那美国也是自力发展雷射武器 所以你说如果这个装置 真的可以做到生生不息的情况之下 它放出来的功率 当然都是非常之厉害 它去做一些intercepting 就是去做一些拦截 例如做一些雷射的拦截 甚至乎会不会接近很多东西 因为每一次都是 科技一定会将它微型化 那会不会再放到太空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制高点 去再啟發其他的太空战 武器 那陈博士觉得这些方向 有没有那个借价 那你提起一件事 除了无论是轻弹 就是核聚变反应那方面 其实那个激光自己本身独立 都可以成为一个武器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那这个是的 也更加印象到在这个project里面 高功率的激光 然后点燃这个核聚变反应 然后将这些核聚变反应 可以继续连绵分转下去 它这几一环扣一环 其实就在一个这样的project里面 就同时间它可以操作三组肌肉 你可以这样说的 是的 还有我想是 真的如果可以微型化到一个point 是最后可以放在卫星上 这个真正我们以前 我们讲的列根总统讲的 《星球大战》 这个真正可以实现的 是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说跳一跳 就是如果你说不讲核武 纯是激光武器的话 我们以前在另外一集有提过的 多数都是讲在太空层面 就是太空与太空层面之间的一个角力 就多过利用太空里面的那些激光东西 来射到摧毁地面上的东西 因为那个地球大气会被额外的限制 你那个激光太厉害了 它很多的能量会被大气自己吸收了 就会削弱了你本身的武器的能力 但是如果由太空射太空 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空气阻挡 就可以继续去原汁原味保留的威力 就由一个太空的射线源 去摧毁另外一个太空的目标物 是的 因为Laser也是在大气里面的消耗都很厉害 天气的影响水分 水晶气对影响都很大 Anyway 陈博今天很清楚和我们讲解到 就是现在那个国家电火装置 如何是将人类的科技向前推 甚至乎我们经常都说 哎,是不是真的有一天 我们都可以做个太阳出来呢 那当然现在这个步验明显有时间都没见到这个步验 但是始终都希望在明天 那现在这个实验继续发展下去 那当然你说是是福是和 那将来人类会不会推向呢 战争的边缘 还是推向一个绿色的世界呢 令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呢 那我们一切都要看 包括政府啊 和我们大家一起怎么看这件事 和怎么样呢 做一个好的倡议啊 和推动啊 整个社会的发展啊 好吗 那我们继续啊 留意着呢 国家电火装置呢 里面呢 这些的实验啊 和得出来的结果呢 那也都会再次云回陈博 和我们呢 就是点评了 就是整件事的发展的 谢谢你啊 是 好,那大家记得 那就多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包括军武器言 还有呢 包括新知的 那就记得给like啦 还有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好 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呢 就再和大家再见啦 拜拜 拜拜